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有一条神奇的河流,名叫雾露河。雾露河不仅仅空有一个美丽而梦幻的名字,还拥有许多人梦里也难以想象的翡翠产量。 一块小小的流域内,出产的翡翠,仅高达全世界翡翠总产量的95%,可以说这河中流淌着无尽的财富。 这片区域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,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蜂拥而来,疯狂采矿,有不少人因此一举暴富。 不过过度的开采,使得这片区域的生态环境,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 西式的梦幻之河被糟蹋成了一条肮脏污浊的泥河,对河流周边地区及下游的可持续发展,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 人们开始重新意识到,这条河流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埋藏在这里的矿产,它的存在本身也具有珍贵的生态价值。 政府开始采取严厉的手段镇守这条河流,不再允许普通人随意进出,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环境整治。 如今,乌鲁河的面貌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,其周边的翡翠开采也严格规范化。 乌鲁河不再是人们可以肆意抢夺,蹂躏的对象,天赐矿财也许是少数人发家致富的一种快捷手段,但并不是长期可靠的收入来源。 在被眼前的利盟蒙蔽了双眼的同时,我们也会失去很多真正宝贵的东西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